本分级于日前接获宣报 称强烈有外籍人士在夜店内经营故障毒怕 长生在本辖昔日某桓华商业大网内 除提供场所给外籍人士喝酒空玩跳舞外 还常立大量失联工在内下会 兼本分级原警多日严密收证 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证办 动用300名警力 以本月9日4日许联合警察局保安大队 特警方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队及移民署专行队 共同侦破毒品案 现场查获杜姓、孟姓两名毒犯主嫌 及月籍客人共172人 其中4年一共33人 并于月店内查扣KETIME122包 毒品咖啡包54包等张生物 全案信用依法将换血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证办 并申请收约后准 4年一共部分解送至移民署专行队处置 第1分级在此呼吁 毒品影响社会资产证据 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好奇而轻易尝试 更不可存心侥幸开毒趴 本分级将持续针对夜店内KTV及旅馆等 营业场所绵密检查、领检 并加强可业人车盘查作为 全面二指毒品泛滥以维持市民身心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